我们今天要看看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 尽忠服侍荣耀主名 我们一起读歌林西书三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读 你们作博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育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尚是土人喜欢的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尚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持我恩主满心欢恩赞美你 你赐下救恩 并赐下丰富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每日有你的同在 我们得着喜乐和平安 愿我们听你的话语 跟随你的道路 荣耀你的名 愿我们一生都尽忠来服侍你 感谢你 我们的祷告仰望 奉救主得圣命祈求 阿们 有一位台湾福音教会的牧师 他叫掌老 台湾高雄福音教会里面 他叫吴永林掌老 他是如何呢 在1983年以来 他是做高尔夫球的生意 他一直是大职侍奉 一边是做生意 一边在教会当中侍奉 甚至乎是参与家庭崇拜的港道服侍 到1995年 他就淡出他的事业 到了1999年 他甚至乎全时间来都侍奉神 在2007年 他就开拓了高雄的福音教会 一路上他经历了牧者的教导 装备 然后在恩赐上好好去发挥 和去运用 他说很多人都觉得 工作已经很辛苦 你还叫我侍奉 很有冲突 他不是这么说 他说一边工作一边服侍 才是一个平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在教会听到的崇拜 我们敬拜学习到的东西 我们敬拜神 其实是延伸到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工作的里面 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场所 去将我们学习到神的话语 教导去发挥出来 大家都知道 我们工作的场所 或者世俗里面 很多地方都很黑暗 为什么 因为没有基督 有基督的地方就会发光 基督就是光 原来基督徒进驻到一些工作场所 会发挥基督教里面的信仰的价值观 是一个荣耀神的价值观 所以基督徒去到工作场所 去工作 并且在当中 去服侍当中的人 为当中的人祈祷 其实是不冲突 所以等于你一边能够工作 一边是服侍 其实你荣耀神 虽然很辛苦 很多时候都会很辛苦 但是神给我们救用的恩典 这个吴长老 他说什么 作见证 全福音 和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我们会将我们学习到圣经的话语 其实就在生活里面发挥出来 我们学习爱人如己 我不是一个人学的 有一个对象跟你学 回家和你的先生太太学 在教会和你的弟兄姊妹学 有对象才学到予相爱 没有对象 自己一个人就不用予相爱 因为你一定会爱自己 但原来我们有一些对象 和我们学习 学习神的话语 去磨练是好的 他还说到 神给我们的使命 其实是在工作里面 带着一种全职服侍的心态 即是说你的工作是有份于上帝的创造 上帝创造我们是去工作 去努力 亲手做圣经的事 同时可以荣耀神 也享受工作里面给你那份 那份的报酬 恩典 祝福 所以吴长老 这位吴长老 其实他觉得他的看法是 工作不是单单的奏作或者努苦 而是工作在努力当中有份于神的工作 而且我们是领受基督救恩的人 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新的生命 工作是努力当中有份于神给我们的工作 今天哥罗西书里面去讲到 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他说无论你作什么都要从心里去作 像是为主作不是为人作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得着 基业为赏赐 你们应当服侍主基督 神创造天地以来 在创世记的第一章二十八节 说到他给一个管理大地的任务 给了人 强调神赐福给人 同时间 神按照他的形象 就是神的本性 创造男创造女 在这个基础里面 他将管理大地的任务 去赐给我们 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 人是按照神的慈爱和公义的本性 去管理大地 那就可以有效地管理大地 资源可以得到公平的分配 社会都可以井言有罪 而且人可以发挥他的恩赐 生命会得到成全量满足 但是在世俗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人是如何 以自我为中心 自私自利 事工作是发挥他自己的途径 或者当初谋取暴利 不按着神的心意去行 工作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工作 很多上司可能是剥削别人 用来破坏世界 也让人陷在逐种的捆缩当中 这个经文说到奴博的分娩 是奴博或奴博 在这张哥罗西书的三章里面 在家庭规章里面 讲到奴博是一些家劳 是Domestic slave 在罗马社会里面 奴博是最低层的 是没有什么个人的权力 自由都没有 而家劳就被视为家主拥有的财产 今天我们香港也会请任用非用 但我们不会当这个任用非用是财产 是没有人会当你的家劳是财产 没有的 但那时候是会当自己 当这个奴卓是财产 但这种制度到现在已经消失 我们不会当外籍的佣工是自己的财产 我们是跟她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我们甚至我们都会对雇员很好 就是你的家劣 因为家里是有家劣的 可以举手 我因为要照顾妈妈 我家里都有 我跟我的工人说 我说你呢 工人姐姐 我希望我当你是家人 你也当我们是家人 这里是你的家 我不想像我们要当外籍的佣工 是一个纯粹一个仆人 因为我对他很好 我们才发挥到基督爱人的精神 在这段经文里 有主耶稣这个字眼 他说到有主耶稣这个字眼 在三章二十二节有两次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各有两次 说到主人是什么 是肉身的主 也说到这个肉身的主是谁 是耶稣基督 虽然信主的努牧也是有家主的 那时候信主的努牧 他也有机会信到耶稣 但是他们真正的主 不单单是地上 而是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这位主耶稣基督同样是爱他们的 这篇文章的教导里面提示到 是什么 教导我们是要忠于主人 忠于那位天上的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有肉身的主 其实就是天上的主耶稣基督 他才是我们的大老板 但我们可能觉得 我和耶稣的关系很难用老板去形容 是我们的救主 生命的主 但同时间 这位主 也可以说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主 但是他如何 好爱我们 好顾色我们 是和我们同行同在 不单单是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 第一点是说到我们服侍的对象 请大家一起读三章二十二节 你们作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尚是土人喜欢的 总要团心诚实敬畏主 这里说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保罗说肉身的主人 这种称呼提醒我们 现有的主人 即我们工作场所的雇主 是地上的主 但我们还有一位天上的主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主耶稣基督 他不单单是大老板 还是爱我们的主和救主 这里说到不是单单我们服侍 我们工作里的主 而是我们要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交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信实可靠 他爱我们到底 而且透过工作去磨练我们的忍耐力 磨练我们的品格 更加柔和谦卑 现今世代 我们香港 不说其他地方 是不是很暴躁很焦虑 很急促 有没有人去便利店买的东西 有的举手 你有没有试过 你买一样东西也好 买两样东西也好 你买第三样东西 后面那个人如何? 不高兴 我试过拿妈妈的家 用矫费 妈妈不用矫费 我帮她交水费、电费、电话费 我三张单 后面那个如何? 不高兴 大家有没有试过? 去超市 你试过一南宋 那他怎样? 后面很不耐烦 很不耐烦 这里有没有人开车? 有 开车的有没有试过? 前面那个人转了灯 他还不开车 有没有试过? 你生气吗? 诚实一点 有些人会生气 有没有看得到 转了灯 还不开车? 还不开车? 但你不抹它也好 我们可能基督徒好些脾气 后面那个会抹 再后面那个会抹 长响 香港是一个社会 暴躁、焦虑、不安、无耐性 一秒钟 一秒钟按出来的 你有没有试过? 电脑要求一秒钟按不到 但耶稣不是这样教我们 忍耐力、倚靠主、锻炼 这些是要时间出来的 所以有人试工作 就在无可奈何 但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工作崗位 和责任去承担 是一种祝福 当我们真心以上帝是我们大老板的时候 我们工作里面 其实是呈献祭物给神 呈献祭物给神 是否将最好的 我们常常都说是献祭将最好的 所以你的工作 你将最好的是给神 不单单是你地上的雇主 有一首诗歌叫做什么? 《爱事不保留》 有人听过吗? 有 他怎样说 为靠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在末所求 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有时工作真的很辛苦 我也承认工作很辛苦 很有压力 上师又不称赞你 不肯定你 但原来我们要得的是主的称赞 地上的称赞很快会过 地上的肯定会过 曾经有很多弟兄姊妹 你有很有业绩 很有成绩 但随随连日便会过去 上师可能不会肯定你 但谁会肯定你? 主耶稣 你和旁边的人说 主耶稣肯定你 我过去做老师 很早起床 因为住在元朗 要到土瓜环上班 我五点半起床 七点钟学生便到 在门口欢迎他们上学 自己的小朋友不一样 对不对? 那时候觉得很累 七点钟回到学校 放学又要改报 出卷 晚上做到十一二点 睡几个小时又要上学 但那时候 都是这首诗歌激励我 《为望得主称赞而足够》 是的 主的称赞 主是我们的满足 工作有时真的很辛苦 你认不认同? 辛苦 上师不一定看得到你做的事 工作里的人际关係 是错终复杂 有失望 有灰心 甚至有时很沮丧 想不做 但原来 这是神给我们的磨练 并且 你落到职场 其实你可以为你的同事祈祷 你说 我的同事很难信耶稣 有没有 大兄姐 你的同事很难信耶稣 请你举手 有 很好 你们说真话 他们可能会赌博 可能会说不好的说话 可能会欺负你 但是原来有我们在当中 你为祈祷 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他会信耶稣 可能他遇到危难的时候 他会问你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出路 很奇妙的事 我过往做老师的时候 有些同事说 你一说耶稣 整个样子都不一样 原来耶稣在我们生命上 是连我们的样子都不一样 还有我带了一些学生去信耶稣 因为他们六年班 我经常叫他们去教会 听报道会 去听福音 结果有些已经结婚了 我还在回教会 我感谢耶稣 原来我们在工作里 是让人得到祝福 让那些你觉得 那些同事不太好 原来是让人得到祝福 为他祈祷 可能他未必是立刻信 可能很多年后 他遇到处境 他来信耶稣 带领他们归主 为他祷告 使他更迈进信主的一步 有人真的会觉得 工作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很多的辛努 但我们试下转念 看过去主那边 我们不要追求人的喜欢 和人的尊重 你说我想要这些 正常的人都想要 但人不一定会给你 但耶稣 永远会给你一个肯定 清赞你 知道你忠心 知道你认真 所以我们学习 专心去仰望主 工作有难处交给主 工作不如意交给主 但时事求主加力量让我们 去做一个中心的 在职场里的仆人 有一位弟兄 他遇到难处 他做了一家电脑公司 出名的电脑公司 很多年后 公司开始想裁员 他成熟一点 旁边的年轻一点 就不裁 裁你这个老一点 因为你人工又高一点 他怎样呢 他要养家 太太、子女 他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 平时他也是敬虔的 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里面 在教会帮忙服侍 他祈祷的时候 神帮他开了一个出路 你这个公司在香港 不欣赏他 台湾那条线欣赏他 那些电脑又可以跨国 其他国家都有 同一个公司 于是台湾那边很欣赏他 你不要财他 帮我台湾 电脑无所谓 在香港做台湾做一样 所以他继续有工作 他们两夫妻仰望主的时候 主帮他开足 所以邓兄姊妹 可能你目前的工作遇到难处 甚至令你想辞职不做 记住 天上的大老板 他会帮你包底 他会帮你开出路 你寻求他的帮助 胜过寻求人的帮助 而且是让你得胜 这位德兰修女 有没有人听过 有 我也很欣赏他 为什么 他经常有很多说话 提醒我们 他在街以各答 他帮街上很多贫死的人 污糟的人 病的人 给他们一个尊严才离世 帮他们洗澡 给他们吃 一个好些的葬礼 有人问他 你这么多工作 这么多贫苦大众 这么多痛苦围绕着你 究竟你怎样过 他说 我们一切 如果是为了耶稣 去做伴随耶稣 献与耶稣 工作就是祷告 我们需要工作就是祷告 我需要在工作里面祷告 否则世俗太多的败坏 太多的艰难 太多的黑暗 所以丹兰修女 常常说 我们不一定要做到伟大的事情 我们不一定要做到轰轰烈烈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怀着爱 去做小事 做小事 甘于是献给耶稣 甘于以爱去代人 这个是什么 荣耀神的服侍 所以谁知道你 无论在职场里面 或者在教会当中 哪怕你是做私事 哪怕你是执一个垃圾 其实是主所喜悦的 哪怕你是去做教导 或者上两个星期 我们去了彩业庭 去了江夏围 我们去服侍很多人 我们去派辉春派物资 我们去关外去探访 种种的事都是主喜悦的 不单止我们工作里面 甚至在教会的服侍 其实都能够荣耀神 京能二十七节 十二节下 它说到怎么 它说到 我们服侍不是只在眼前侍奉 仗是土人喜欢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做仆人的人 或者有时我们家里的家庭 你在这里的时候 他就特别认真 我妈妈说 你才是这样 你回了工不是这样 有没有试过 通常有上司在这里 有老板在这里 我们就认真一点 没有上司在这里 妈夫一点 不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是 认真的态度贯彻始终 但原来人有时都会 在上司面前 要认真一点 上司不在就妈夫一点 但经文告诉我们 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 不是在眼前服侍 全心诚实敬畏主 是一个什么原则 就是心存单纯 作仆人一心一意 是替主去做事 忠心耿耿去替主做事 真真成城的替主去做事 显出敬畏主的心 我们敬畏主 不只是回来敬拜那一刻 星期日我们回来敬拜 准时认真 但是原来我们平时 就是我们敬畏神的延伸 我们学了神的话语 学了神的道 我们就要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 这样才是敬畏主 我们不只是做了一些表面的东西 讨人的喜悦 而是认真的态度 这里讲到一个诚实 敬畏主的心 去讨主的喜悦 有没有人看 我们都是为主而做的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心得喜乐 因为主得荣耀 我们心里面心满意足 经文在23节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将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从心里做 是表示甘心乐意的工作 将心放进去 如文译作从灵魂里 我们的心放进去 你的灵魂投入了下去 就是投入 决心去做好它 有热情 我们工作不一定是我们选择的 有时为了户口 养家 生活 可能我不是很喜欢做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一个 不一样的态度 有热情感去做 为了什么 为了荣耀主 为了主得荣耀 为主做的 为主去服侍 为主去荣耀他 神会掌赏我们 神会知道我们的劳苦 以主为乐 工作本身 也不一定给我们满足感 工作有时带给很多烦恼 很多难受 但是主 就是我们工作和工作 主都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主才是我们最大的 喜乐和满足感 牧师师母 都是整个新年 都没有什么休息 就是跟我们 初二、初三 都是会有 去弟兄姊妹 有拜年 各样东西 我们的同工都是这样 为何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做些什么 是有主 和我们一起 是主使我们的心满足 你和旁边说 主使你心满足 如果有仇犯压力 就交给主 知不知道 交给主 让主成为你的满足 不是一定是工作 工作有时 真的不能让你满足 并且带来苦恼 但是主 永远使你满足 你和主一起 去尽忠工作 和主一起 去尽忠服侍 你就满在喜乐 有一位 大家可能都认识他 林书豪 台湾的华人 他说他热爱 打球 也热爱上帝 当他在2010年的时候 他在哈佛大学 不早业之后 他就决定去打篮球 他家人 也是信耶稣的家庭 都是支持他 没有条件的支持 他进入了洛杉矶湖人队 但进不了这个球队 于是他又试试去其他球队 最终在2010年的年底 被纽约尼克队 就签了他 就开始打这个篮球 但是他打篮球的过程 真的不太好 每次出场都只有10分钟 有些白人 有些黑人 都觉得他身高只有191 有些200公分 有些高过他 很多大脊过他 他没有人看好他 甚至被一个称号叫板凳球员 就是坐冷板凳 很少机会让他落到场去打 他曾经很沮丧 他觉得 为什么我决心去打篮球 有些这样的情况出现 好像没有得发挥 于是他记起圣经罗马书五章三至五节 他说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孝冠在我们心里 他坚持信靠主打球 结果他后来有机会 在纽约尼克队对抗纽泽西队的时候 他因为有投缘受伤 他补了36分钟 打破了他以前只打了10分钟的经历 后来他这一场比赛中 他以99比92赢出了 于是他有机会去打 很多时候也有机会落场去打 他说即使成名了 他心里都是感恩将荣耀归给神 他将这些成绩归功于教练的指导 以及其他队员的合作 虽然他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 但他说即使有一天他离开球场 他都不会去华尔街做金童 他要成为传福音的人 他要成为牧师 到目前为止他都在打球 但最近他在Good TV有一个访问 这几天出来 可能你上网也看到 他说到疫情在中国被隔离了三个月 他有depression 他很不开心 自己都很不顺利的当中 他发觉一件事 就是原来自己没有亲近神 打球的时间 他对于很多时候 他会遇到很多挫败 早年他会交给神 后面他逐渐不忘记 他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发觉原来不行 原来要依靠耶稣基督 在困难里面 他要亲近神 最终使他得满足的 不是打球而是耶稣基督 是不是? 升华了 当一个人经历越多 发觉原来不是工作 令到他最大的满足 而是神本身 而林书豪曾经打球的时候 他比喻是什么? 好像大卫那样 面对高大的哥利亚 打不赢了 那怎样? 他就是交给神 好像大卫那样 用神的能力 一粒小石春都可以 击败哥利亚 就是他将生命 将他的打球的生涯 交给耶稣 就面对很多困难的时间 所以他坚持他爱打球 更爱是上帝 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将难处 将你或者是得胜 有时是好好表现 好好成绩都好 交给耶稣 感谢耶稣 困难也交给耶稣 我们必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除了林书豪他的见证之外 我们知道我们服侍有赏赐 我请大家去读一下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事奉的 乃是主基督 奴隶或者奴博 要做无论做什么 经文也会说 无论做什么都好 都要从心里做 因为知道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从主那里 这个是一个戒词片语 反映保罗要强调一件事 基业会得基业 而基业的源头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说 你们必要得着 这是将来式的动词 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 主耶稣说的 其实每一个都会实现 应许会实现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 奴博是没有继承家主产业的权利 因为他不是子女 子女才会继承产业 但奴博 只要他经文说给我们听 他都可以继承天上的基业 说到那个赏赐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不单止有救恩 可以永生回到天家 并且神有很多丰富的赏赐 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要给我们 当我们信耶稣一刻 我们进了爱子的角度 我们有平安 有喜乐 有很多的恩典 时刻的平安是很难有的 这个世界就是太缺乏平安 所以有这么多的罪案 而有主耶稣基督 这个封城的恩典 这个就是一个赏赐 这个就是一个基业 我们知道地上的雇主 可能用权力去管治我们 但是耶稣基督是以爱去管治 他是用很多很多的美好美善 祝福给我们 而且答应我们有赏赐 赏赐不是单单是一个公价 赏赐是额外 再有赏赐给你 我们做得好 做得不好 神告诉我们 他也会有赏赐给忠心的人 重点是忠心 忠心在工作里面 忠心在侍奉里面 荣耀主的名 我们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其实他很忠心的工作 也很忠心在教会服侍 我们原来和弟兄姊妹 到上个星期 过年前还跟我们去派挥春 很冷 还带着物资 去派给那里的居民 又跟进探访 其实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我们很欣赏 如果我们一起努力 因为当我们忠心的时候 神很喜悦 有一位收事 他说到一件很小事 他不见了一把傘 有一位收事 他就很不开心 有人问他 收事你几天都不开心 为了不见一把傘 未免太小意思 他说不是 我不是生气 没有一把傘 我是觉得自己万不惊心 我们忠心相对 就是万不惊心 我们要检视自己的生命 对于你的工作 你会不会很认真 对于教会的服侍 你会不会觉得万不惊心 随其行 会不会这样呢 我们愿望 新一年 我们用尽忠 在两个层面 但是我们尽忠里面 求主加力 我们不要做到burn out 我们做到得力 我们做你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尽忠的对象是神 不是人 另外我们知道 在圣经讲过 约翰福音四章三五节 你们岂不是说 到修我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末 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我们的和长很多 对不对 你的家 你的亲友 你的工作 你的公司 我们其实在当中 为主做见证 为人去祷告 去分享 去爱人 其实已经是尽忠 哪怕你是 为一个人长期去祷告 去爱他 关心一下他 可能有一天 他都愿意来土痛 听福音 可能你是一个教师 你是社工 或者护士 你接触了很多病人 接触了很多学生 或者不同年纪的人 但愿意我们将爱带入去 即使人家未必欣赏我们所作 即使你有时有很多劳苦 但主肯定我们所作 我们是要让人得到祝福 带领人去到神的面前 在圣经也说过 大戒命是怎样 第一要紧的就是 以色列你要听 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我们爱主的表现是什么 做在别人的身上 付出多一点的爱 让人得到祝福 同时神 喜悦你所作 神对你的爱 也是永不改变 鼎姐妹愿意 新一年的开始 我们又可以再纳约 纳约你今年 或者另一个人信耶稣 或者你为一个人 全年的来祈祷 去关心他 或者一个家庭 你想去探望 全年的为他祷告 你看一下祈祷之后 神如何带领 或者你纳至你的工作里面 你换一个态度 我的工作里面很辛苦 很多压力 换一个态度 你是尽忠于主耶稣基督 尽忠于主耶稣基督 所以求主给你力量 起落 去面对工作里面的难处 愿意我们工作 和侍奉 我们都交给主 愿主得荣耀 我们得力 我们也同低头祷告 亲爱主耶稣基督 满心欢恩 赞美 感谢你 你很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钉十字架 使我们得救恩 不单止是得这份救恩 还是爱我们到底 每日赐下恩典 你的同在 你的平安 使我们心满 满足 主我们好 喜乐 因为有你 主在新一年开始 我们是要在你面前再纳志 究竟我们怎样传福音 怎样荣耀你的名 在职场上 我们怎样定位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有难处的弟兄姊妹 求你减轻他们的淡子 如果你看到 我们服侍你 在侍奉里面 很多的忙碌 求主你使我们兴省 服侍得 喜乐 满足 主啊 你的名要被高举 要得荣耀 求你祝福带领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救主得 圣灵祈求 阿们 祝福带领祝 祝福带领祝